4月1日 中国疾控中心流行病学首席专家吴尊友 接受中心社记者专访 解答海外疫情防控问题 他表示 虽然研判全球疫情拐点很困难 但可对全球短期疫情变化做出基本判断 预计在未来一周 全球疫情还将呈现上升态势 我们只知道各个国家报告的数 但是我们不知道 这些报告的病人 他具体的发病时间 这是一个困难 第二个困难的话 病人的各个国家采取措施政策都不一样 而且政策的落实也不一样 这就使得我们很难判断 他的政策措施什么时候产生效果 这就使得对于全球总体预判 比预测一个国家那就难得多 但我们还可以做一个基本的近期的判断 也就是说在未来一周 疫情总体来看 在全球还是成一个上升的态势 吴尊佑表示 对于海外华侨华人 不建议为了规避疫情回到国内 因为旅行途中的感染风险 并不比留在海外的风险低 他建议在防控期间 要遵循住在国执行的 关于新冠肺炎的防控策略 要遵循迄今为止 已经总结出的有效防控经验 能够不出门的话 尽量不出门 它有规定的话 比如说居家工作或者居家隔离 两周三周 那么严格去执行 需要备注食物用品 第二个如果真的要出门的话 一定要戴口罩 一定要戴口罩 要保持和其他人的距离 那么居家要通风 那么如果尽可能 不要乘坐公共的交通工具 如果非坐不可 那么这样的话 也尽量的话 不要在高峰期 同时要勤洗手 要勤洗手 你可以自己备一些交通砖的酒精 擦洗手 那么这些都是有帮助的 吴尊友强调 口罩在疫情防控方面 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如果近距离接触人较多 一定要戴好口罩 做好防护 除了全球疫情 吴尊友也对武汉4月8日解封后 中国疫情可能的发展情况 做出了判断 对于武汉通道的解禁以后 武汉湖北全国的 逐渐的恢复正常的交通次序以后 会不会造成枯散 这种风险是在可控的范围以内 可控的范围以内 那么现在县症的病人 即使出院了 他还有14天的观察 那么对于健康的人 没有生病的 没有生病的人 他在武汉也好 在这个湖北也好 已经实施了 这个不止两周了 如果两个月居家隔离没有发病 他也就是一个健康的人 就不会有任何威胁 所以大家呢 一定要相信科学 这个不要呢 对这个湖北 对武汉的这个同志呢 有另眼相看 他们呢 也是这个健康的 这个不会呢 对我们任何人啊 构成这个风险 吴尊友说 中国当前的防控压力 主要来自境外输入 而不是武汉通道解禁 与此同时 有关部门和全国各地 也都不会放松防控措施的力度 会更加积极地做好防控措施部署和落实 迎接可能出现的二次流行挑战 因此他认为武汉接风后 中国不会出现二次流行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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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